欧赞音乐 一项以多元的音乐风格 推出福音创作专辑 不仅带给人耳目一新的听觉感受 更借由音乐带出无国界 跨族群的福音穿透力 那个时候想要去Omni Omni Pro Omni Potent 都是跟圣经有关系 讲到神的全能 然后Omni呢 它是一种麦克风的属性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希望 让有心服侍神 而且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最好的 然后我们全部把它收进来 做好的音乐来荣耀神 所以呢 那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很希望说 好像一个音乐博物馆吧 各式各样音乐的风格 可以把它摆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然后能够介绍给不同的听众 让神来归胜的一个想法 就是越来越看到这些童工们 他们很棒的一个 很纯真的生命的本质 跟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恩赐 我觉得站在一个比较年长的角度 我觉得不能够不牧养他们 这样子 讲到时候我也看到说 神也良给欧赞 他特别的一个位分 就是说神真的是有带领一群年轻人 来到欧赞当中 然后我发现说 他们对原创也是非常的有像的一个热忱 那在合作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就彼此交流了一下 那王友神弟兄知道 我喜欢这个饶舌嘻哈等等 那我也明白了 王友神弟兄创办了欧赞 是希望就是可以做出一个 高水准的音乐呈现 并且不断地做出 符合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福音信息 音乐身教是团队侍奉的 生命旅程 上帝不仅让欧赞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 更引领欧赞 搭造跨世代的音乐宣教平台 我们都很乐意地做一些培养栽培的工作 然后我们希望把在属灵的生命上面的传承 技术方面的传承 希望能够借着OMNI能够成为教会 也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祝福 神的恩典伴随欧赞从无到有 如今透过音乐制作的专长 欧赞立定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耶稣的梦想被听见